阿伯伯 弟弟,由汪福興編導的《玉錦香艷》黑色喜劇《蕭雲大者》,故事講由玉登陳雲常飾演的一個鄉客梅雅巧, 穿著短褲子露出對大腿,擔著左右兩個水桶在田樹林菜唱歌仔,引死那群田老雅莫拉雅壽。 由傻仔廖門角飾演她的小孩,剛巧在樹林賣原草,拉著馬車仔回來,叫喬婆娥拉雅她要去樹林賣原草, 傻仔說過樹林賣多壞人,鄉下人思想單純,頂不夠逃的,拖著不想帶她。 回到家,她老母說由表姐雅青回來探望她們,墊了頭髮、穿著臭臭臭臭,還賣了很多東西送給她們。 原來她說屎豆想請梅仔,說帶雅巧出賺食, 表姐在鄉下住了四天,第三晚雅巧和傻仔說別,說家紀不會學壞,會回來賺她。 第二天,雅巧就跟表姐雅青進去鄉下樹林賣家公。 由何大傻飾演這五十歲的鄉下老爺,她經常出貨做生意,由鄉下燕做她的坦左老婆, 按日坐著輪椅有一個梅仔服侍,周家大小時無被迫著有那位重量吸育感染性 陶陶嫌飾演的姑太來當家婆。 嘩! 嘩! 大老神父,屠屠嫌咪即是狗擺在石裏出身那條廣府大戲證人包頭, 收尾死回唐山,向上海長夜,被人叫做銀老鼠,這條美女專演風情戲。 一隊燒雲眼電死人無命賠價,手搬器是林仔塔樹造白蘇精加馬。 阿布拉喊弟弟,媽就是土三官這位後婆,周家堂報警真是美得你老母臭花蟹, 金碧輝王,就算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也一點不屬屍, 雖然那群工人真是懶惰得臭屍,除了阿清、阿孝和周泰哥貼身梅仔甲購買三個女工人之外, 還有三個男工,其中檸檬和飾演火頭的肥仔劉桂康, 娜日坦婆婆婆佼佼鎮,不夠做工。 惹惹死姑太這位管家婆。 周家還有由狂山笑飾演的大少爺, 和由諾惠影飾演她很屬屍、好玩的妹妹, 雅妹斗男朋友就由曼田、王楚山飾演。 雅巧就是稱來特地服侍這位周小姐家, 這條喉在見到周家那麼狗狗狗, 就經常發酷發燈電男人, 除了引死同輩檸檬和肥仔劉桂康之外, 連周家大少爺都被她瘋了。 又晚,周家老爺五十大首演唱跳舞會。 侯婆瓦校本來應該在小姐房樹打掃, 她見到小姐這麼多多化妝品, 漂亮衣服,高層鞋, 就發髮髮凳, 還師志羅小姐的衣服來著上身, 怎能知小姐的男朋友將雲這麼翹進來, 銀幕上看到浪襯雲上對白畫大腿, 和她穿著底褲背心的背部, 看到張雲斜層硬, 叫她快點穿好美衣服, 下去跳舞, 落到紐州當然是被那隻八婆姑太吊出了。 那晚,這位女婦女在花園池塘邊樹發後, 對月唱情歌, 人到周家大少爺走出露台裝她, 接著女婦女還跳賣落池塘竹琴, 嚇到周家大少爺立即死下樓, 除了一套神樓來給她, 兩人抱著一套談情, 最後周家大少爺抱她上樓上吊氣, 怎能知在樓梯口撞到姑太, 兩個人嚇到雞似腳死回房, 女婦女婦女想說還回神樓給少爺, 怎能知姑太故意擔張熱, 坐正少爺房和工人房中間。 兩人等到姑太這隻肥蟹睡著覺, 第二天, 阿巧急急急送回神樓入少爺房, 還拉她嘴對嘴, 怎能知被姑太這八婆在鎖匙箱裡裝得到? 這麽巧時, 由諾惠影飾演的美婚妻雲英又殺到上來, 姑太這八婆還不乘機搞瘋狂雨咩? 雲英生氣到立即取回鑽石頂婚戒指給大少爺。 接著二小姐和她的兒子把雲死落區落寶島屁排, 帶上阿巧這後婆, 阿巧靜雞雞偷飲光人家喝剩下的七杯拔蘭地酒, 醉到臭屁,二小姐使張雲的她回家, 張雲的臭屁就乘機車直後婆婆回家吊, 扔了她的豬。 攪大她的肚子, 阿巧叫張雲娶她做老婆, 張雲反面吾狗仔, 用搭銀紙扔她, 阿巧怜到扔回給她。 張雲的臭屁還在姑太面前扔她背脊, 才受她的臭屁, 男人搞三、搞四 , 老婆孤太便將阿孝與他表姐阿青趕走。 阿孝不敢回鄉下 , 和表姐阿青租居住屋 , 生了一個小孩 , 怎能知細能清點錢 , 兒子又病了 , 大風大雨過晚 , 逼死去張雲樹讀水救命 , 張雲這混蛋說不夠認識他們 , 一手推著阿孝和兒子落地 , 跌死了個兒子 , 被表姐阿青爆怒吵他 , 扑街你這麼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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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回鄉下和大雨撲水 , 那時原來張雲死去鄉下華拉爾小姐定婚 , 全部人向薯骨排入西餐 , 大少爺帶阿孝進去 , 當仲素人臭張雲那壞事 , 還給兒子跳鹹魚過他 , 之後走出周家 , 死去跳牙齒實 , 按翹跳正落鄉下仔隔運操馬車樹 , 不等死得 , 見回鄉下的老人 , 那時表姐和大少爺追到來 , 大少爺說實行要償他 , 那時阿孝說都是坐在鄉下仔隔馬車回鄉下 , 實行和傻仔在鄉下田掛埋下半輩。 在改變後有很多最大的食材 , 既然之間是在改變的 , 有些人會在改變的 , 再改變我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